呃 我想 我就舉個例子吧 我們阿里巴巴常常有一大批人坐在一起開會的時候 我們是怎麼開會的啊 可能一般在這種跨國公司開會啊 可能是非常嚴肅的 大家準備好了PT 然後大家這個 每個人上來做Presentation 然後在討論的時候呢 也非常有結構性 就是Structures在一個一個話題的討論 但是我們開會呢 比較沒有一些這個規律啊 有的時候 有一個人冒出來說一句話 另外一個人也冒出來說一句話 但是基本上 大家都參與意見 但是最重要的還是什麼 發生什麼事情 就是還有人會被打壓 我們全部都被打壓過 呃 都是被家裡打壓過的 聽不慣什麼東西啊 他就來打壓你了 所以你要去跟那個開會的時候 一定要抱著這個心態就是說 可能會被打壓 但是為什麼會被打壓 這個是 呃 我覺得這是一個培養團隊默契的 因為我們在 因為你要知道 他常打壓我對不對 我只知道 然後順便打壓 我是知道就是說 我說他如果根本不屑我說的話 根本不再聽的話 他連打壓我都不會做 但是我知道 我說的可能有一些話呢 他是在聽的 呃 我舉個例子啊 有的時候啊 有的時候啊 我們會在電話上吵架 或者當面吵架 吵到大概 死去活來的 然後我知道這個事情完蛋了 阿神 阿神生氣了 那麼過了三天以後呢 他忽然打電話跟我說 就 上次聽過那個事情了 呃 上次講的那個事情啊 那我們就 這樣子辦好了 還是按照我的意思 但是我一聽那個 就是我說的啊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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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他還是 他還是非常願意接納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只是他自己不知道而已 哈哈哈哈 哈哈 哈哈哈哈 那就這樣 好 我們找了另外一個 被打壓過的人 哈哈哈哈 每個人被打壓過的人 每個人被殘酷的 那魏哲其實 他是進我們公司 這個快三年 那魏哲原先是中國 五百 就是跨的公司 在中國五百強中 最年輕的私有 嗯 一切的背景 經驗 他的學歷 他的手的資歷 非常之好 大家聽來是最年輕的 長相跟我就不一樣 現在越來越跟我笑 哈哈哈哈 進來我最討厭職業經驗 I hate professional man 他之所以 他寫了本書叫精靈 對吧 到我們就整個時候 打壓排擠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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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原來以為到阿里巴巴 大概只有一件事情 會跟馬雲想法不一樣 因為馬雲說過一句話說 男人的智慧和長相成反比 哈哈哈哈 所以當時我認為 大概只有這一條不一樣 哈哈哈哈 後來去了以後 發現很多地方不一樣 我有幸沒有到美國 什麼哈國賓斯科 但是在倫敦商學院 讀過那麼一段時間 當時信奉過三句話 就寫到剛剛馬雲說那本書裡 寫了三句話 花了一萬八千英鎊 當時學費比較便宜 第一句話呢就是 管理者永遠為股東價值 利益最大化的股東第一 第二句話呢說是 這個process overrise power 就是程序比權利要重要 第三句話呢 是if you cannot measure you cannot manage 就什麼事情都要 measure一下 你才可以manage 我是帶著這三條 巴里巴巴 後來發現 跟馬雲溝通的話 這個process 肯定不如它的power 重要 哈哈哈哈 然後呢 前面也講過 我們公司 是把股東放第三的 它是那麼comes first 第二是員工 股東是第三 所以第一個原理也不對 那麼measure就要談數字 馬雲從來不跟你談數字 所以就發現這三個地方呢 很痛苦 但是呢 馬雲經常說 你必須適應我 就像孩子 不能經常去換自己父親 哈哈哈哈哈哈 但是倒過來呢 他也說 其實啊 我也在適應你 他也在適應我們 他說我同樣一句話 跟Joe說的 和跟你David說的 和跟Johnson老陸說的 可能都不一樣 他自己 我認識他 是最早一次見到 是當時在2000年的月份 在哈佛Business School的 這麼一個講台上 他先上台講 後面上台去講 我掌聲只有他的四分之一 他說這個人很了不起 儘管長得像外星人 說得好 2000年一月份 講e-commerce 我肯定不相信 我相信我也被阿里巴巴的founder 花了我六年的時間 七年的時間將近 才相信e-commerce 但是那個時候 我認識的馬雲 和2009年的 我覺得有很大的變化 當他本人發生變化的時候 我覺得我們集團也在變化 他周圍的人也在變化 所以我覺得 當時加入的時候 我曾經在一個 內部五年層的 員工的大會上 我說 我說我加入阿里巴巴呢 就相當於這個 老夫少妻一樣 我不是老夫 我是少妻 因為我加入這家公司 已經是阿里巴巴 歷史最悠久的B2B 我加入的時候 這家公司已經七歲 而我作為一個比較年輕的 外面過來職業經理人 是少妻 大家只要想 老夫和少妻 一對夫妻 會發生什麼問題 我和阿里巴巴B2B 就一定發生過這些問題 所以我想 老夫和少妻 要走得長遠 盡管他們開始的時候 不一樣 但最後很多事情 要和諧的話 一定是雙方的適應 好 我說到這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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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請問一下 其實所謂打壓 沒有一個人 在這裡沒有被打壓過 打壓的目的其實 我在打壓的時候 我學到了最後 結果 石岩峰 我講的最 石岩峰 是最沒有Vision的 小眼睛 曾教授 反動學術權威 每個人都要 一起來講 又反動 所以他的眼會 不斷調整 不是反動學術權威 至少還有些行動 那我們覺得 學術權威 其實講的還是蠻對的 對吧 所以大家互相之間 就是改變別人很難 但是生意別人 改變自己生意別人 真的覺得很痛 我一直覺得 男人的胸懷說是對 我覺得是對冤枉成大 女人胸懷也一樣 但是我覺得他們的胸懷 我的團隊的胸懷比我大 因為畢竟剛才講過POWER 我某的時候 一定得這麼 承擔責任所的樣子 Go吧 Go ahead 這個時候 其實他們的心裡面 是很難過的 因為你必須得 做這個決定 所以我覺得 沒有他們的胸懷 就不可能有今天 阿里巴巴 因為我一文章裡 我還要回答他的 金班人問題 金班人我覺得 每個人要有自自明 我知道我自己從哪裡來 我也知道自己有多大點水平 我也知道自己能夠做些什麼 一個人必須要明白自己 考大學不是考了兩年 我是考了三年 然後也從來就沒有那個名牌過 所以我覺得 我一直希望所有名牌大學生 大學畢業的人 用欣賞的眼光去看別人 如果你憋予賴一下 用欣賞的眼光看自己 我 我覺得 韓事院的人 我是特欣賞 什麼斯坦夫哈的 都聽韓事業領導 這個才是真正的 所以我的看法就是從來沒有 但我知道自己是僥倖的運氣 我們這代人太運氣 我也太運氣 碰上這麼多好的合作夥伴 碰到一萬多名年紀 當然我們做的時候特別艱難 大家也是不斷成長 說我從來不覺得自己是聰明 今天我也覺得不聰明 阿里巴巴剛剛上市的時候 問過很多同事業 來了你做公司做millionaire 我說大家要問 我們問我們自己 你憑什麼今天有錢 是因為你比人家勤奮 我看看比我們勤奮的人太多 聰明 太搞笑了 我覺得 我是肯定 你們肯定要聰明到哪裡去 這些人都是在阿里巴巴 七八年以前招進來 我們說七八年以前 在中國找阿里巴巴的員工 我們講的 不是難聽話 就是事情 街上只要不是太殘疾的人 都被我們招來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